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在家里做青春鱼 千万不要直接上锅酒中 那就大做做做 以后你就像我这样做 肉质鲜嫩 入味好吃 首先 鲁鱼去头去尾 在背部给它感受发烈 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清水中加一盐 葱姜 放入鲁鱼 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做 能很好去除鱼鲜味 还能使肉质吃下去更加滑嫩 我每天都分享有点点美食 麻烦你锅里的小红心 锅里一下吧 非常感谢 把它均匀地铺在盘中 蒸锅上汽 蒸个八分钟左右 把正好的汤汁 一定要倒流 撒上葱花 泡上一勺热油 把它的香味 给吸发出来 调味就更加简单了 只需要倒入这个白锅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酱油哦 经常做个白锅生菜 白锅虾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青春鱼 肉质鲜嫩 入口爽滑 特别好吃 你也去坐起来吧